物竞天泽的时代,即使海神归位,也难以阻止海洋生物之间的纷争。 所以,因为天选之人就此诞生,它将帮助弱小的海洋生物成长进化,完成海神的伟大使命。 天尖将大任于私人也,必先苦其心智,劳其筋骨,恶其体肤。 没错,大家看到的就是我,小浪,现在是一只弱小的皮皮虾。 我接受了海神的嘱托,要帮助这些海洋生物完成进化。 不过,想要进化千然万然,我需要在陆地进海洋觅食才行。 所以,从今天开始,我就要进行海底大猎杀。 好了,正所谓大鱼吃小鱼,小鱼吃虾米。 我皮皮虾现在还没有长大,可不容易与那些海底的生物对抗。 我现在也只能吃一些海底的菌类和死心的小鱼,反正比我小的我都能吃。 不错不错,它们都是大补的食物,吃到它们我又能不断地变强变大。 嗯,现在明显比刚才大了一圈,我应该能欺负一些小鱼了。 只要吃了它们的肉越来越强,我定能成为海洋一霸。 诶,看看前面,那是食人鱼? 牛鹤,它们有肉吃。 我得抢上几块,跟我体型和颜色差不多,应该没事吧? 嘴下流肉啊,兄弟。 我来尝几块。 诶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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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天。 这,啥情况? 好,食人鱼是吧? 有种,等我再变大一些,进化完成,一定会先吃了你们,报仇血恨。 哼,出动,咱们先发育一波。 嘻,看我遇到什么? 下面那是锯齿沙。 啊! 好家伙,它们也在猎捕食物。 啊! 一个个满嘴的尖牙利齿,看着都厉害。 体型又这么大,这是吞了多少肉块啊? 要是我皮皮虾,进化成它这么大,我肯定能祭拜让它食人鱼的。 对了,它们也是食物链顶端的生物,每天肯定吃的也不少。 我可以悄悄跟着它,看它们都去哪儿觅食。 万一我能捡个漏,听起来大肉块啥的,那我等级肯定层层的长。 好,就这么办,悄悄的。 嘿,它们走远了。 还别说,看我在这边发现啥。 真的有肉块,都是锯齿沙,剩下没吃的。 肥美瘦大,看着也有食欲。 现在可都是我的了,碰到这些肉块,我肯定能进化变大,吃。 哼哼,看看现在的我,就是进化后的超级皮皮虾。 现在已经七十多几了,双前恐怖有力,我感觉石头都能被我垂碎。 目前我已经拥有了在海岸生存的资本, 首先,我要复仇,去找炸群欺负我的食人移居。 走。 哼哼,看到了,看我PV权厉害。 嘿嘿,怎么样,全部KO。 只有自身强大起来,才是不受欺负。 现在的我,感觉都能对抗之前的巨石杀。 那么,接下来,小狼我将进入深海,去追寻更高等级的进化。 好了,小伙伴们,大家还想看小狼我进化哪一种海洋生物?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哦。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,咱们下期见,拜拜。 by bwd6